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小马 今天和球迷分享的话题是中国王球公开赛 10月4日最新赛程安排 郑情文受意外惊喜 今天和球迷们留言了中国王球公开赛的最新消息 众所周知 在昨天晚上结束的女单八分之一对赛上面 郑情文欧比赢第一段战胜 阿里希莫瓦 从而强势晋级女单八强 这场比赛郑情文赢得并不轻松 崭新去顽强拼搏 永不引起的斗志 刚开始 郑情文昭日困境 被对手率先拿到一盘的胜利 随后郑情文开始逆转翻盘 多次发出精彩的S球 然后凭借着落点的变化 再加上四大历程的回球 郑情文最终收获了胜利 强势闯进中国王球公开赛的女单八强 很多球连也非常关注郑情文下一轮的比赛 对手以及开球实际的安排 根据媒体消息 北京实际10月4日最新赛程安排公布 郑情文女单第四门比赛的对手已经确定 郑情文将会在四分之一决赛迎战安德列王 这场比赛从双方的整体实力来看 郑情文的世界排名更高 而且现在郑情文拥有天使地利轮和 因此球迷们普遍认为 郑情文能够战胜对手进入半决赛 那么这场郑情文和安德列王的女单 四分之一决赛的比赛时间是在10月4日下午3点左右 然后晚上18点会进行女单第六场比赛 那么按照之前的安排 郑情文的比赛应该是安排在第四轮的第一场开始 欢迎球迷到时观看 一起为中国网球奥运冠军郑情文驾影助威 值得一提的是 在本次赛事郑情文也是收获意外惊喜 现在郑情文已经强势晋级女单八强 可以收获515分的世界排名奖励 那么郑情文的世界排名有望上升到第六名 同时郑情文还收获了18.5万美元的赢球奖金 作为球迷 我们也希望郑情文能够调整好心态 稳扎稳打 传立一副冲击中国网球公开赛的女单冠军 郑情文加油 今天的分享到此结束 我们下次再见